帳篷下的贈品兌換處 民眾正在等候核對資料 只見工作人員確認後 從後方這一堆比人還高的 好幾十箱電扇 搬過一箱 遞給民眾 民眾並非平白無故 就能獲贈電扇一胎 每個人都捲起袖子 先上捐血車 捐出熱血一袋 捐血送電扇的活動 上午十點才登場 有人早在八點就來排隊 帳篷裡一下子就坐滿人 面對攝氏三十度的悶熱 每個人做工藝都在耐心等待 主辦單位連續八年辦活動 也有民眾忠實跟進 連著兩年都來捐血 主要是響應說 之前颱風來有缺血的部分 那我們就響應 各位善心大德 為了招募熱血一共兩百五十臺電扇 分別從彰化市的兩處捐血站放送發出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任務完成後民眾抱著電扇回家享受涼爽送風 三地新聞許數位曹聖章黃莉雅彰化採訪報導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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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